大家好,我是觀自在 多謝收聽本節目 每天觀照自己哪課心 醒覺自在每一天 綠祖壇經語錄第二句 嘗至見幾過 不說他人好戶 是自貴依 嘗須下心 普行恭敬 見勝通達 更無際愛 解釋就是 經常反省自己的過錯 不說他人是非善惡 要經常存有謙下 恭敬的心性 見勝便能通達無礙 這就是自貴依的意思 就如同解釋心經這一段 般若波羅蜜多的智慧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無上咒 是無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實不虛 即是說 這一種智慧 是大神秘法力的智慧 是放大光明的智慧 是無法比得上及比較的智慧 它能夠除去一切的痛苦 是真實不虛的 所以大家請用你的心 回歸到你的本性 上面經文已經說得很清楚 請大家不要再讓你的心向外攀遠 做到這一點 就叫做歸依自性真佛 自歸依者 去除自性心中的 不善心 道忌心 矯慢心 吾我心 狂妄心 輕人心 慢人心 邪見心 和拱高心 能去除以上的惡心 稱為至正其意 即是清淨你的意念 徹底地去改過 一心向善及去除一切不善之行 稱為淨身 嘗試見幾個不說他人的好物 稱為靜口 你不要開口說別人的是非長短 古人告訴我們要謹然慎行 就是自歸依了 我不需要看你的歸依症 你變好了才是重點 下次我問你你歸依了沒有 你就做給我看 做到身口意皆清淨 就證明你已經歸依了 現在六祖大師說歸依的方法 就是把你惡的身口意 變成善的身口意 要知道謙卑 如果心沒有謙卑 又怎會懂得對人的恭敬呢 對應前面所說的內調心性 外見他人 假設你能夠做到這樣 就能夠改過向善日久行心 自然就能夠明心見性 雖然六祖大師已經頓悟 但是並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夠頓悟 按照六祖所說的去做 縱使現在沒有辦法頓悟 以後必定有辦法見性 送大家一句話 所以頓悟不離漸修 你可頓悟 時當漸修 所以大家都不要太過著急 見性之後一切障礙就沒有了 這就是自歸醫 講多無謂 行動最實際 現在閉上眼睛 好好觀照自身吧 我是觀自在 希望幫到大家 能安住心靈 過著美好的每一天 下次再見 拜拜